现在长得是非常的夸张 那么到底怎么夸张法呢 又是怎么养护的呢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颗黑法师买回来之后 养护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给它换了一个盆 大家看原来的时候 树树小小的 就是因为发现它树小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将它买回来 自己养护 通过后期养护 现在上面这一段 长得是又肥又大 尤其是这一条枝条 大家看到没有 这条枝条由于上面这部分 长得又粗又大 同时又长了一些侧芽出来 所以说底下这一部分 就变得比较苗小 把这个枝条都压断了 确实非常重 大家看到没有 叶片又粗又大 上色又好 那么养护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给它配了一些 腐质制多的土养 加了一些泥碳土 后期养肥呢 就是给它用了两种 第一种就是这种 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呢 可以增加土养中的有机制 又不会产生肥害 同时呢 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的微生物有比较丰富 那么在有益微生物的作用下 土养的生长环境呢 就会变得更加良好 而且呢 又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 提高黑发石的抗性 那么我用这种 微生物有机肥的话 就使20天给它追尸一次 潜埋到这个盆土的表层 第一种呢 就是用这种全营养的多肉水溶肥 因为这种水溶肥 是在黑发石生产期使用的 可以促进它快速生长 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按照1比1200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这个土养 因为黑发石跟其它多肉 是有一定的区别 这个黑发石呢 它比较洗肥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多湿一点肥 才能保证它的枝条长得又粗又大 那么像我这一颗的话呢 是有点夸张了 把这个枝条都压断了 是有点可惜的 但是这种枝条呢 拿来扦插也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这一颗呢 这边这颗也是一样 底下瘦瘦小小的 上面长得又粗又大 我当心过段时间 它也会把这些枝条给压断 好了 如果大家也希望自己的黑发石 长势旺盛 叶片又大的话呢 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养护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